7月28日,NBA豪门休斯多火箭队官方宣布,同队内第一天,财中锋卡佩拉重新签约,经过27天的艰苦谈判后,卡佩拉为自己赢得了9000万美元的大合同,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计算,财佩拉2018-193G,起先将达到1550万美元,火箭还要在哈腾施泰英、梅尔多和安东尼身上,预计花费500万美元,这样一来,火箭新赛季总工资将突破1.43亿美元,超出了奢侈税限2000万美元,按照NBA现行奢侈税规则, 预计要缴纳4500万美元的集中的奢侈税,他无愧是真正的男人,真男人,火箭44亿老板说到做到,履行了承诺,他为了让火箭先搬勇士王朝,或将缴4500万总税,这也充分说明,火箭队的新老板费尔蒂塔, 真的是一位为了实现夺冠目标,信守承诺并且极其慷慨的大老板,此前这位身价达到了44亿美元的大老板, 已经先后两次在公开场合许诺,将要为火箭重建阵容不惜缴纳奢侈税,第一次是在6月份弃绝大战期间,第二次是在7月10日夏季联赛火箭队赢得三连胜后, 当时费尔蒂塔是这样表示的,我知道接下来我们要缴纳收耻税,但我认为这不是问题,如果你想向总冠军发起冲击的话,不交税是不可能的,除非你运气特别好, 现在,我们的任务就是在2019年4月15日之前,把我们打造成全联盟最出色的球队,我们需要完成一些签议,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水准, 因此不难看出,费尔蒂塔真的是一位相当不错的老板,他知道火箭今年夏天要在巧佩拉和保罗身上花大钱,因此他在赛季还没结束的时候,就已经开始高瞻远瞩,为总经理莫雷接下来的工作铺平了道路,火箭拥有这样一位好老板,真适合其知性。 感谢观看